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5年来 在这里为很多女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生育保障 共迎接了近50万个新生命在此平安诞生 而此刻我们的三位嘉宾也都和北京妇产医院 有着非常紧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妈妈是在这个医院生的我 然后我又是在这个医院生的我孩子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主治医生这样的一个缘分 旁边是你的妈妈 秀华姨你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等于说咱家三代人都和这个医院有过一些关联 对 对 对 所以又说我相信这世界上还真有缘分 因为我是95年生的我们家孩子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在齐和楼 后来我们家孩子怀孕了 我就想让他在妇产医院 当时我选择是咱们妇产医院朝阳院区 我没想到这个王小梅大夫从这个齐和楼院区 又调到了这个朝阳院区 正好他就接诊了我们家孩子 一来二去的我们就互相处得特别好 就跟一家人似的了 对 也更凸显出咱们北京的老百姓 对北京妇产医院的发自内心的信任和认可 对不对 对 确实是 好 我们此刻是三位嘉宾 但其实在舞台上有四种不同的心跳 因为我们的王伟好像再过几个月 我们的宝宝也将在妇产医院诞生 是不是 对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然后宝宝现在检查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也非常感谢我们妇产医院的所有的大夫们 医生们非常感谢他们 是的 所以咱宝宝应该也是我们舞台上 可能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嘉宾了 也欢迎他 确实我们讲到这一家医院呢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 是非常特殊的 那么在金字招牌的背后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感动呢 我们请出三位医院的杰出代表 来上台分享 我们掌握欢迎三位医生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产科医生江海丽 我们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是保证孕产妇安全分娩的坚强后盾 我是产现者的中心的医生也有肾 能够保证每个家庭生育 一个健康的美丽的宝宝呢 是我们的使命 我是妇科医生王玉 妈妈不仅在怀孕生死的时候 需要我们格外的呵护 妈妈一生的健康都需要我们去守护 欢迎三位的到来 的确呢 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现场呢 确实是我们北京妇产医院 非常有缘分 关联非常紧密的一个特别的现场 这样吧 我们通过你的照片 来连接一下不同年代的相似的回忆 来 各位请看大屏幕 好 上下两排照片 不光是颜色不一样 里面的这个场景 这些设备也都完全不同 先问一下秀红阿姨 阿姨 就这里哪个是更熟悉的场景 就是妈妈躺着 孩子在那个刚刚出生的那张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床就是跟我当时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 我们呢到了就是快要生的时候都在一个大的一个产房里头 代产 就是我们自己走进去 走到产房在代产区 我们躺在代产区里头 如果说你要是快生的话 大夫会给你推过来一张床 把你抬到床上 然后再给你推到就是手术室 就分娩室 就是这样 是 但是条件干净整齐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张产床 什么都没有 不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 应该说这张照片的年代呢 应该可能比我参加工作 可能比我的年龄都要大 应该是40年之前 这是比较早的手术室 那么第二张照片呢 应该是就是我们的婴儿床 婴儿集中管理 不像现在一样 我们母婴同时 那第三张呢 应该是我们的NICU 也就是说我们给新生儿治病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暖箱呢 能够看到了 但是应该说 跟我们下面的比 可能就是设施相对 可能要简单一些 对 而我们说下面这一行 非常现代化的 装潢也很人性化 很美的这个病房的照片 就是仁义 咱们亲身经历过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 北京妇产医院 是不是 对的 我可能比较熟悉的 还是最后一张 因为像刚才江主任说了 就是我们其实 现在都是母婴同时的 所以我的孩子 就没有在集中的这种地方去待过 所以他就是生完了之后 就是跟着我一起 就是到我的病房了 对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江主任 您看啊 我们这个椅子上面 放着蓝蓝的粉粉的大球 还有这个形状比较奇特的椅子 这都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些设施呢 都是帮助孕妇 在产生过程中 能够减缓她的疼痛 还能促进她的自然分娩 我们可以通过坐球 颠球 能够减缓疼痛 能够促进 加快分娩的速度 那我们的这个 就是座椅啊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分娩 现在有很多体位 不像以前一样 那么我们必须躺着分娩 现在可以座位分娩 我们通过一个 多功能的一个产床 可以让患者 采取她最舒适的一个姿势 去分娩 这样的话 可以最大限度的 减轻她分娩过程中的痛苦 而且呢 调整姿势之后呢 会让她更加顺利的自然分娩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些 现代的理念 所以我们看啊 不光是环境有变化 其实背后还隐含着 人观念的变化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这一对母女 也同样都是母亲了 问问你们 心中对于一个 比较完美的分娩过程 应该包含着哪些要素 怎么定义它呢 当时呢 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的思维就想 把孩子顺顺利的生下来就行 没考虑自己有多痛苦 多么煎熬 因为脑子里老想 老一辈都是这么生的 是 就是这么个感觉 任一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生孩子嘛 也是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 更多地考虑我自己嘛 就是说我希望 哎呀 别太疼 就是现在心情比较发达了嘛 不像之前可能比较闭塞 我就是知道 这个封免过程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就我其实 比较希望能够无痛分娩 然后能够自己 少受点滋味 就是这样 这个无痛确实是 给我心理上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安慰吧 这确实是一种不同的 对比和变化 我觉得它是我们 不同时代背景之下 女性对于生育 这事儿的看法的差异 所以想问一下 江主任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差异 应该说随着我们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吧 就是我们其实老百姓 对于这种健康的需求 是在变化的 那么就是我们由 这种普通的健康 安全分娩 那么其实过渡到一个 我们要求舒适分娩 那这是给我们社会 给我们医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之前呢 其实在大家的印象里呢 就是我们好的医疗环境 好的服务 可能大多数都集中在 私立医院之中 那其实近些年呢 我们公立医院呢 也是更多地投入到 这种环境的建设当中 那么我们投入了 更多的新的设施 还有改善我们的 诊疗环境 那么让患者 在分娩过程中呢 能够体会到 这种崭新 和这种更多的 这种人文关怀的服务 那在我们医院 也是在前年呢 我们是完成了 我们一体化分娩 病房的建设 从进到这个病房开始 那么一直到分娩 抱着他的宝宝 去出院 那么都在同一间 病房完成 这样的话 我们会让患者 在这过程中 内心受到关怀 他更加有信心 去分娩 那刚才呢 其实嘉宾提到了 分娩真痛 那我们医院 现在其实是 24小时 提供分娩真痛 我们有70% 甚至高达90%的 分娩真痛率 也就是说 当一个孕产妇 进入到我们产房 我们能够确保他 只要有需求 一定能够满足 这是我们对社会 也是对孕展夫的承诺 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 会让我们的新手妈妈 在分娩的之前和那一刻 感受到一种 强有力的保障和关怀 这样的底气和信心 会让他更好地 做出人生中 那个非常重要的 从女孩成为母亲的 角色的跨越 是的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 特别是男性的产科医生 虽然我们不能体会到 或者说不能体验 这种分娩的疼痛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 男性的医生 还有包括我们的 当然是家属了 我们都更加地 就是具备这种同理之心 其实就是我们更加地理解 还有了解 就是孕产妇分娩之痛 因此在分娩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更加地愿意 去提供一些人性的关怀 那把我们除了医疗技术以外的 一些关心关爱 那么做到极致 那对于我个人而言 虽然我从医也仅仅是20年 但是在我这里分娩 其实可能像母女 都在我们医院分娩 我可能经历的还比较少 因为间隔仅仅20年 但是在我们这里 像姐妹分娩 那在我们同一名医生的产检之下 保家护航 顺利分娩 也是有很多的案例 是 而这背后是无限的信任 信任的来源就在于 我们医生们 一个是医术的精湛 再一个我们开始把服务意识 放在医疗行为当中 这会是一切美好开始的前提 是的 我们说分娩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实在分娩之前 孩子胎儿的健康 就会是很多宝妈 日思夜想所牵挂的 而这个问题呢 这样的一种焦虑和感受呢 可能我们的王伟啊 体会是更深的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宝宝 我们家老大 是有点特殊 因为他有奔病同尿症 他也已经11岁了 因为当时是 我是准备下半年是备孕的 但是没想到 就是宝宝提前来到了 这样来到了 然后就 我们就需要就是接受他 当时的时候 就是那个检查手段 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发达 就是我是在我们河北当地的医院 然后就去做检查 然后抽血 咽壁钞 然后当时宝宝都是特别健康的 另外我们也不知道 会有奔病同酿症这一种病 等到宝宝出生了 他长到就是一周半左右的时候 他就是比同龄的孩子 要发育的缓慢 就是词语也少 是走路也走不太好 然后就去领他做检查 然后就是查出的是这种病 一种基因上的一个缺陷 我现在这个宝宝呢 也是意外怀孕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就立刻来到了北京 然后到咱们就是妇产医院 然后挂了严主任的号 然后他去给我去做检查 其实王伟呢 我还是记忆深刻的 因为他老大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基因的疾病 我们叫北病同酿症 它是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隐性遗传的疾病 就是夫妻双方呢 他其实是一个基因的一个携带症 然后呢孩子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呢他在这种情况 其实胎儿呢还是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呢 可能会跟他老大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当时见到他以后呢 我们尽快就iPad给他做了一个一家三口的基因检测 其实我们对于胎儿的检测来说 我们首先要明确他们老大是什么基因上 哪个基因哪个位点出问题了 他们夫妻双方确实是像我们一般的这种遗传的方式一样 他确实是携带的 这样呢我们才能去做胎儿 因为胎儿的检测只能依靠基因去检测了 没有办法像他现在伸出来 我们去做化验这样 明确了 他老大确实是我们本病糖尿症的那个疾病 然后呢他们夫妻双方也是有基因上有突变的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 大概在16周18周就给他抽了羊水 抽了羊水的结果 我们也是最快的速度 大概两周多三周就给他出了结果 非常幸运的是这一胎孩子呢 他基因上确实没有像老大一样那样有问题 太好了 所以这样对一个家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这是一个无比重要 非常能够振奋人心的一个好消息 对 他当时就是严主任告诉我 说你这个宝宝非常健康的时候 全家真是一种喜极而弃 因为我们家老大11岁了 就是11年的就是 从就是心理上再加上 就是对孩子的付出上 真的是压力特别大 然后这个宝宝又特别健康 然后感觉心理上突然之间释放了 感觉轻松了好多 释放是来自于我们尽早做了一个产前的缺陷的筛查 通过羊水穿刺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对 是 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 也像是点亮了我们未来的希望之灯一样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严主任 这是不是就是您选择这个职业 做我们产前缺陷检测相关工作的那个意义所在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在用期做产前筛查诊断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在纠结 就说这种孩子是不是可以给他伸出来 其实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种出生的孩子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痛苦 因为我们确实在日常的工作着 发现好多家庭 其实相对来说 本敏同胞症还是比较相对轻易一点的疾病 但比如说像唐氏综合针或这些孩子 他出生以后支离很差 然后他需要人来去照顾他 包括你看他终生的支离大概就是三到五岁 其实叫之前如果是没有这一块的筛查 好多孩子最后还是出生了 一代出生以后这样的孩子 对于孩子本身来说 其实他携带这个疾病 被社会可能还是不太能接受 所以一个孩子 他的一生其实还是很痛苦的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庭 确实会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家庭破裂 所以生活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在产前 通过这样的手段 我们把这一部分孩子删出来了 及时发现了 让他在怀孕期间就终止了 这样对一个家庭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现在一直在说出生缺陷防控 对吧 这样我们降低出生缺陷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工作 从我们来说 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的 所以你看我们想到一个家庭 它的变化 而可能大到我们讲 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规划纲要 都在强调做出生前的缺陷筛查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秀红阿姨 咱当时当妈妈那会儿 是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视 产前的这种基因缺陷筛查之类的 没有 那个时候 就是还不注重于产前筛查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大约在五个月左右 我就去妇产宴做了一个检查 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 所以当时对于孩子的筛查 还是没有的 对不对 没有 当时可能技术上也达不到 想问一下我们的严主任了 我们说早筛是从什么时候 大海开始慢慢普及了呢 其实在我们比如建院的 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筛查 早孕期 其实也就是我们去医生摸一下肚子 开大小孩子的怎么样 其实大概也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吧 我们发现就说一些高龄的孕妇 他这种孩子出生缺陷的概率要会增加 尤其唐氏综合症的发生率会增加 所以大概在八十年代左右吧 那时候就开始对于高龄的孕妇 直接做养水穿测 来看这个他到底有没有 唐氏综合症的分线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主要是一个年龄 并为一个介绍的这种筛查 针对特定群体 然后就针对特定疾病 唐氏综合症的进行一个筛查 羊水穿刺 但是据我所知 严主任 很多人是有担忧的 其实危险吗 我们来结合一个道具 现场演示一下 那羊水穿刺呢 大家可能都比较担心 那今天我跟严主任 我们俩来演示一下 羊水穿刺呢 通常我们会通过超声探头 那么我们先给它定位 定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避开宝宝 以确保我们的针 不会损伤到胎儿 如果这个胎儿特别调皮 怎么办 它老乱动怎么办 因为胎儿它不是不停地在动 我们会检测到 它相对安全的位置 宝宝即是胎动 它也到不了这个位置 这背后都是经验之谈 反正就是我们有办法 找一个安全区域 不碰到胎儿 对 我们可以在超声探头的引导下 我们看着显示器 我们将穿刺针 穿到我们目标的区域 穿到区域之后 那么下面就有请严主任 那帮我来拔一下 一般就会从这个穿刺针里面 去抽取胎儿的羊水 然后抽到羊水以后 我们会拿到实验室 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一般大概要抽多少呢 大概是抽20毫升羊水 对整个孩子来说 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所以抽取的羊水里面 就是胎儿的细胞 我们从这些细胞里面 去提取DNA 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抽完之后 羊水就采集完毕了 这边怎么办 那么我们拿针芯 我们通常会再将针芯 我们再插入到 我们的穿刺针 我们一点点在超声的监视下 我们把穿刺针移除 移除之后 我们还会用探头 再去探寻胎儿的胎心 那看他羊水穿刺过程中 他有没有胎心减慢 有没有一些子宫击壁的 这种出血 这样的话 我们来给患者一个 最大的一个安全保障 明白 整个穿刺的过程 大概几分钟 真正穿刺应该 五分钟应该能够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对于一些 高风险的家庭 还是建议要做羊水穿刺 去确定这个孩子 到底有没有问题 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筛查的方案 但是筛查的方法 其实它还是会存在一些 假阳性 假阴性的问题 需要去羊川 去确定它 是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还是最直接 最准确的 对 最准确的 是我们的金标准 金标准 对 这就是我们整个 羊水穿刺的全过程 这是我们说 80年代就有的 之后还有新的变化 更好的发展吗 虽然我们刚才演示一下 觉得羊川 还是很安全的 但是对一些用户来说 还是很有恐惧的 所以我们大概在90年代以后 开始发现一些新的 这种生化指标 通过抽血 就可以做一些筛查和诊断 我们到2000年的时候 又有一些超生的 一些技术加进来 这样我们超生 跟血液的生化的检测 我们的准确性 又进一步又提高了 大概我们都知道 2003年的时候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 我们一些基因的疾病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 产生的筛查可以做了 所以大概就在10年的时候 这种无创DNA的检测技术 发现了 对于唐氏综合的检出 你可以达到98%到99% 这样非常一个高的水平 所以现在真正能够出生的 唐氏综合症的孩子 其实已经很少了 所以就是像王伟他们 那种隐性遗传病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可以通过 这种携带者筛查 就不会有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所以这个其实技术发展 还是很快的 我们北京妇产医院 是从2017年开始 就是因为技术各方面发展 都已经很迅速了 所以我们组建了一个 一带式的产生诊断中心 它把我们相关跟产生诊断 产生筛查相关的技术 都整合到一起了 包括我们现在超生 我们的实验室的检测 还有我们的遗传咨询 还有我们的阳川的大夫 这些全部放到一个中心来做 这样病人就不会来回 在各个中心去跑了 以后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基因的疾病 可能就通过这种筛查 就可以在产前就可以避免下来 所以技术的发展 给大家带来很多 是 而且我知道 其实早晒不光是说 会导致可能终止妊娠这个结果 它也可以帮助一些 确定要出生的 有一些小缺憾的孩子 能够尽早得到救治和治疗 对 是这样 其实我们筛查的目的并不是说 要把这个孩子终止了 有一些疾病是可以通过出生以后治疗的 比如我们刚讲到的本命通胶症 如果是早期的筛查确定了 那出生以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饮食的治疗 特殊奶粉的治疗 那么它可以基本上跟正常人士 可以正常生活的 还有一些 比如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耳聋基因的筛查 那么虽然我们在用期是可以确定 这个孩子确实有基因的缺陷 但是呢 这种孩子可以出生以后 可以做人工耳窝的植入 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呢 比如说还是有这方面的免费的 还公益的项目 其实家庭的花费也不大 所以有些家庭还是愿意 把这种孩子生出来 其实有一些好的治疗 我们社会的保障跟上 那么它整体的预后还是很好的 是 所以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终止 其实我们也筛查的目的是让这个家庭 能早期的获得这个孩子健康的一个信息 没错 这非常重要 就好像当命运要跟一个孩子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通过早筛 可以尽早地抓到那个恶作剧的始作俑者 让这个孩子可以健康地 自己发自内心去微笑地 去面对这个世界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身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身补脑夜 安身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 去忽略了 那个时候 那个女孩 她第一次成为母亲 她也面临着很多始料未及的考验和挑战 而这部分经历 我想忍意 因为也是刚才妈妈不久 是不是 也是有一些 自己之前可能没有想过的一些 属于新手妈妈的挑战考验 对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做了新手妈妈之后 发现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盆底 因为我是顺产 然后也是算是足月生产 所以当时胎儿也是比较大了 然后我生产完了之后 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有漏尿 就是如果我别尿的情况下 我咳嗽打喷嚏 或者说蹦跳 它会有轻微的龙鸟 我这个情况呢 就是还不算太严重的了 我周边就有认识的都是妈妈嘛 他们还会有更严重的一些龙鸟的情况 就是需要去穿一些辅助的工具 才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所以还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的 其实 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的孩子是19年出生的 所以我作为新手宝爸 也曾经陪着我的妻子 去经历他人生中一些 没有经历过的尴尬的时刻 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好像我们的长辈父母辈就会说 这是个事吗 当年我们好像也没觉得怎么着啊 是吗 修华阿姨 这是不是当时我们觉得还挺正常 没错 我根本就没拿这个但回事 其实当时就有这个毛病 但是不觉得 不觉得它是一种 就是生完孩子给你带来的一种病 不是 就是觉得就是很自然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观念的不同 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就当时可能我们的所有注意力 包括宝妈自己都觉得 孩子好就行了 我自己就吃点苦 这都是正常总会好的 但现在我们发现不应该这样 宝妈本身也需要足够被重视 足够悉心呵护的照料 是的 好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的王主任 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中 会有很多这样的宝妈来找您 不聊孩子就聊自己了 是的 因为现在呢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代的这个女性 对这个自己身体的关注 还有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一个变化 其实这也是 像我们医院呢 是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 就是有这个产后的这种康复的 刚开始大家都不理解 那个时候我们得去 给我们的产后的妈妈们 给她去讲解 这些解剖的知识 说我们为什么会漏尿 我们为什么要去处理它 那个时候呢 很多妈妈都觉得没有时间啊 我就照顾孩子 有一部分的这个产后妈妈 她就不会及时的来做康复 但是随着这个十几年的变化 现在已经 大家越来越去重视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现在呢 有专门的我们的盆体中心 那我们盆体中心呢 也是一战式的这种 这种解决大家的问题吧 我们很多患者 就是像产后的这种 直接就会 在她出院的时候 就给她约号 就约到我们盆体中心 她来复查的时候呢 同时复查产科 我们同时就给她筛查盆体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发现问题了 就可以及时处理了 其实我们 不仅负责我们产后 那么在她随后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不同的年龄段 她的盆体机可能都会发生 不同的问题 我们都是 一直负责到底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叫 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守护 包括我们现在呢 比以前更加的重视这个康复了 康复的手段也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的是 孕前 就为自己的身体做好准备 孕期就开始进行康复 这样就可以避免产后 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 这么十几年来 我们整个治疗理念的 这样的一种提升 也确实是给我们的 产后的妈妈们 可能带来非常大的 这种幸福感 因为这个 就是漏尿这件事情呢 它虽然不影响 我们的生命安全 但是它会影响 我们的生活质量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 就是有产后的妈妈 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聚会呀 或者是在出去玩的时候啊 出现这样的 这样漏尿的这样的现象 就非常的尴尬 就是影响 它整个的这个心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庭里边 每个人的健康和幸福 都是这个家庭 共同的健康和幸福 因为现在女性呢 其实压力也很大 现在就像这种 产后的盆底出现问题 其实比以前更多了 一方面呢 是我们筛查的多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 整个社会的 现在这个社会的 女性的这个社会角色也变了 那以前呢 就是我们女性 可能更多都会承担一些 体力上的活动 其实这些体力上的活动 反而更有利于我们的分娩 和产后的这个盆底的健康 那现在我们女性 可能承担更多的 这个社会的角色 也要出去工作 那这样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工作的 这个劳累 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 这个过程当中的酒作呀什么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盆底肌呢 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所以现在呢 就是在这种疲劳的状态下 我们的女性呢 现在也学会越来越 关爱自己的身体了 没错 去主动寻求一些医疗上的帮助 让自己的生活 能更加的这个轻松和幸福一些 对 就是越早关注我们盆底的 健康与恢复 就越容易获得更加健康的 女性的生活 是的 您说到这个盆底肌呀 看不见摸不着 它其实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盆底肌呢 顾名思义 就是骨盆的底部 那骨盆呢 其实我们也看不见 它是在我们躯体的 这个躯干部和下肢连接的部分 其实它在我们身体里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一个乘上起下的作用 就是我们上肢的这个躯干部 比如说我们一咳嗽 或者是一大笑 这个压力立刻传给了骨盆 那我们一蹦一跳 我们下去的力量又传给了骨盆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受甲板器的地方 所以无论是我们发生了什么风吹扫作 其实它都会受很大影响的 那盆底肌实际上呢 它在骨盆的底部 是在最底下 它是承托的整个的身体 包括我们这个骨盆里边有很多器官 比如说尿道啊 这个膀胱啊 直肠啊 这些内脏也都在骨盆里面 那我们孕期的时候呢 它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 比如说孕期的时候 我们胎儿 体重 羊水 胎盆 整个子宫的重量 就全压在了它的身上 所以说它一直使劲 它使了十个月的劲 等到最后分娩的时候 它会遭受了更大的这个创伤 用一个形容词来说 是一种碾压性的 有没有遇到过 您印象很深刻的 可能之前因为各种原因 把没太关注自己的问题 到后来脱成比较严重 比较痛苦症状的病例呢 这个是有的 在这个临床上 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都在强调 这个盆体健康的重要性 但是仍然会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及时地进行盆体康复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老一代吧 比如现在这个 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 就有很多发生这种脱锤 非常严重的这种 那么最后呢 可能只能是手术来切除了 正常的我们的子宫是在盆腔里的 那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 还有盆底菲的这个功能的减弱 那么这个支持子宫的这些结构 它们的功能也在减弱 就没有东西支撑这个子宫了 所以它就从它的正常的位置 往下掉往下掉 那最终呢 那最终呢 有可能掉到我们的身体外面去 这就是我们的子宫脱锤 它对我们这个患者生活质量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子宫脱出到 这个身体外面以后 它会去不停地 就是接触这些衣物啊 去去摩擦 那这些摩擦呢 会让它的这个子宫在外面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溃疡 发生宫颈 发生一些溃疡 但是生活也会造成不方便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严重的这种子宫脱水 往往都会伴随着排尿的异常 排便的异常 有的时候它需要把这个子宫刀 送回到身体里以后 它才能正常地排尿 所以对于这个生活质量来说 影响得非常大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年人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吧 有的是觉得不好意思来看 有人觉得呢 这个没什么的 就是也反正我也不影响 我吃喝呀什么的这些 还有的呢 就是心疼子女 就觉得哎呀 别给子女添加负担 那这样我忍一忍 扛一扛就这样吧 那最后呢 实在扛不住了 才来找医生来寻求帮助 而那个时候呢 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 是的 所以我想听到这儿呢 很多女性应该会更加关注 盆底修复和康复的问题了 包括王伟对不对 现在知道了 这次生二宝 我们先把盆底恢复前置 对吧 先去考虑 而仁毅当时是不是也是 配合医生做了一个 比较完备的盆底修复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在产后 42天的时候 我和孩子是同意 需要到这个 我们妇产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 所以当时就测出来指标 就是我是一个压力性的 漏尿的一个问题嘛 然后后面我就是又约了 我们这一个一个 就是盆底康复的 这么一个训练 所以我是通过这个 在咱们院子这个训练呢 得知 其实我这个盆底的修复 它是有特定的一些运动 只可以帮助我去把这个盆底的这个问题去恢复一下的 那我们不如现场来演示几个比较简单方便的盆底修复适合的小动作好不好 好的 我们经常做的三个动作呢 可以做一做俯视呼吸 或者是臀脚 还有就是凯格尔 好 俯视呼吸对于改善盆底肌有作用 是的 怎么理解这个事 因为我们的这个俯腔盆腔都是连在一起的 俯视呼吸呢 实际上动用的是我们隔肌收缩的力量 改变我们俯腔盆腔里边的这个压力 然后给它传导到盆底肌 然后这样呢 我们可以激活盆底肌 也可以激活我们的核心的肌肉 在你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腹腔盆腔 它就像一个气球 那现在这个气球是扁的 我们吸气的过程中呢 要把这个气球给吹起来 感觉这个气球啊 就从我们的上腹到下腹 就逐渐的庞大 最后呢到我们的盆底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盆底肌呢 就是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持续三到四秒以后呢 我们呼气的时候呢 大概是六到八秒 张嘴呼气 腹腔盆腔 就像一个手风琴 手风琴这样 这样一挤 然后把这个气球挤出去 然后在我们呼吸末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盆底肌要收缩 就是说我们就要想出我们的盆底 像我们拉牛仔裤的拉链一样 这个气呢 从这下面往上拉 这样的拉上去之后 这时候我们的盆底肌 就出一个收缩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激活了 我们的核心肌群 还有我们的盆底肌 就是激活了 腹式呼吸的话 您建议我们每次训练几次 每天训练几组呢 现在更主张的是要量力而行 如果你做了五次以后 你都觉得特别的疲劳了 那就不要再做了 因为再做也达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而且还会引起这个呼吸的疲劳 会达到相反的效果 还有一个是臀桥 首先呢 这个腿分开要容易全 这样呢 我们先可以做一个腐蚀呼吸 来激活我们的核心肌和盆底肌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然呼吸了 那么在呼吸的时候呢 把这个骨盆抬起来 大家要想象 从这儿骨盆开始 到肌柱 一个一个节的抬起来 最后呢 达到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宽关节和肩关节 要在一条线上 不能塌腰 也不能把肚子挺起来 这其实挺难的 是的 然后持续两秒钟 持续两秒钟以后呢 慢慢地从我们的脊柱上面 到我们的这个骨盆 一节一节地把它放下来 好 这个您建议大概 我们的宝妈 大概每天做几次 每次做几组 每次能做十个就不错了 十个的一组 一天可以做两组 一天两组 一天二十个左右 对对对 所以说除了腹式呼吸和吞嚼之外 还有别的好运动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还有就是凯格尔 实际上它呢 是让我们的盆体肌 进行收缩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在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分泌完之后 我们的盆体肌遭受重创 肌肉和神经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 这个时候呢 很多这个 我们的产后的妈妈们 是不知道该怎么使劲的 那大家可以在排尿的时候 就排了一部分尿以后呢 你想把它憋回去 这样的感觉 就让这个尿突然间中断 这个感觉 就是我们盆体肌收缩的感觉 大家可以自己呢 找一找 先找一找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把 我们想象到我们这个 咽道里面有一个海绵 现在我要把海绵的水挤出去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或者是呢 这是一个门 我要把这个门关上 这样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些感觉呢 都会让我们的大脑去寻找 这个盆体肌收缩的感觉 是 实际上现在我们主张的是 这三个呢 如果我们每天呢 夹在一起 三十分钟 能坚持 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是 就是不在于你每天做的多少 而在于你每天都能坚持做 对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坚持 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说 新手宝妈 在我们成为妈妈的那一刻 那段时间里面 除了照顾孩子以外 唯一能给自己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千万别忘记 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是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来自北京妇产医院的三位专家 他们从胎儿的早期的筛查 到产科的分娩的过程 再到我们产出宝宝以后 恢复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些发展变化 而背后体现的 不光是我们的医学进步 更是我们对于人的 不断的关注 体贴与呵护 我们说北京妇产医院 建议院65周年 在这里有太多美好的故事发生 而我想最关键的是 这里的每一位宝妈 每一个孩子 他们自己的 角色转变的体验 是安全 健康 幸福 并且快乐的 希望您的生产 会是此生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谢谢三位 谢谢球嘉宾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